This is the Pixel 5a with 5G Google继8月推出Pixel 5a手机后 首款搭载自家晶片的旗舰机Pixel 6将在秋季发表 中国科技部落客爆料 Google计划在苹果新iPhone发表会前一天 也就是9月13日发表新机 较劲意味浓厚 今天我感谢宣布TPU V4 不仅手机晶片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Google正在开发自家中央处理器晶片 预定2023年推出 采用在Chromebook和平板电脑 据传已积极向高通、英特尔、联发科 等传统芯片厂挖角技术人才 报道指出 苹果成功开发自己的关键半导体 并取代英特尔处理器 让Google深受启发 报道也指出 Google越来越专注于开发自己的芯片 因为全球竞争对手 正在采取类似的策略 来区分他们的产品 包括亚马逊、Facebook、微软、特斯拉、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 都在信箱打造自己的半导体 为他们的云服务和电子产品提供动力 苹果持续研发下世代芯片 名称占定为M2 再次与台积电合作 采用4nm制程工艺 性能将比前身更为强大 分析师推测 新款M2晶片 可能运用在明年中亮相的MacBook Air产品上 新唐雅特电视李晶晶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